1月2日上百名支持川普的民众 聚集在南加州城县的 航廷顿海滩市Huntington Beach 他们挥舞旗帜高喊停止窃选 Stop the still 支持川普连任 获得过往车辆鸣笛支持 来美数十年的华裔选民陈女士 高举国旗表示 她不愿看到美国和台湾 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因此美洲坚持参加各地的 反窃选集会表达诉求 也就是说 当我拿在一面台湾国旗的时候 我所代表的是 川普支持台湾的精神 还有全部华人对反共的意志 而且我非常喜欢NTD 幸好有你们 不然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共产党的可怕 她指出 共产主义的邪恶势力 借由各种手段和渠道 渗透美国各界政商名流 共产党可怕的地方 就是它的耐性 它可以花50年来渗透美国 所以很多台湾人 他们看台湾的新闻 他不知道说美国的情形 所以共产党的渗透 不是只有民主党派 连法官 连共和党都渗透了 这是历年来 用金钱 用美色 然后再加上陷阱 来掌控这些权贵 这是我们美国人的悲哀 还有选民表示 为了最基本的自由权利 更多人必须看清民主党 和共产主义的邪恶 有很多的议员 他们也是被中共控制的 所以但是呢 什么东西能够打败中共 民意 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民意 他们表示 面对选举舞弊 人民将不会妥协和屈服 并将坚持传递真相 对抗共产主义渗透 新唐人记者 郭约希王滋毅呈现采访报导 由于李澀 由于李澀 权 別